中國當局說正在調查兩日前發生的煤礦爆炸事件 該中爆炸的死亡人數是有紀錄以來第二大最嚴重的事件 有27名抗工星期六在四川發生的爆炸當中上升 有關當局說救出了81名抗工 當中最少有6名抗工嚴重受傷,接近12人輕傷 發生這宗事件的之前一日另一個煤礦發生爆炸 該中事件有12人上升 據當局說在星期五發生爆炸的煤礦位於貴州省 煤礦